前總統李登輝卸任之後就住在外雙溪的翠山莊 但是卻傳出翠山莊在臺北市政府產發局的網站上 是被列為危險的山坡地 而後來證實是烏龍一場 因為網頁是每五年才更新一次 所以看到資料是舊的 不過對此藍綠議員都覺得太離譜 要求市政府要及時更新資料 李前總統住的翠山莊風景優美 但卻驚傳 這裡被臺北市政府列為危險山坡地 進入產發局大地工程處的網站查詢 這一塊就是翠山莊的位置 游標一靠近就會出現潛層崩塌的小字 不過這已經是兩年前的資料 那府裡面的地心土 航照土等等的圖是我們整合 後之後我們大概原則上會每五年會更新一次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預算一年是1652億 而且裡面有關於發展局的 還有地形 地貿 地質的 加起來喊不當當十幾億也有 結果是這樣的一個品質的話 我想台北市民是受不了 搞了半天原來是烏龍一場 翠山莊根本不危險 市府網站除了資料老舊錯誤 這密密麻麻的等高線 對一般民眾來說更是有看沒有懂 網頁上完全找不到清楚明白的條列式清單 原來是列管後來已經不列管了 然後呢你們根本就不更新資料 沒有更新資料造成民眾的恐慌也是不對啊 這個當然假如說我們有資料不符現地的狀況 我們絕對會檢討改進 老百姓辛苦大半輩子花了一堆錢買房子 卻搞不清楚到底安不安全 人民有資的權利 政府單位應該把危險山坡地公告周知 以安民心 民視節目歡迎蔡瑞妍 泰博到